趁手机还有电 女子报了警 民警立刻带着手电等装备 赶到虎袍公园 当时天色已黑 山上岔路又多 女子的手机又快没电了 分辨不清准确位置 民警只能边走边喊 平时我们都在巡逻 都是马这条路 虎袍路上面走上去 这个女的女是马这里下来了 当时我们走到这一半的时候 灯光 我们电筒灯光照了 这个女的看到了 看到我们在海滩了 当时她叫我们不要上去 我们再返回来 她是另外一条路 马孟权这里走的 我们又走下来到虎袍这里等她 杨警官说春节假期这几天 他们碰到比较多的 还是孩子在景区走丢的情况 也提醒家长 一定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 至于上山徒步的游客 最好结伴同行 路上多看沿途的路牌 上山的时候 你主要是不要担心 它都是小路多 这都很不安全的 野兽 野猪特别多 农村的农民 野甲子都不安全的 外甲族呢 是不是 我们以前前两年也碰到的 188黄金眼 记者报道